好,各位亲爱的同学 那个学科能力测验的智慧解析 98学年度 那么我们要进入到第14题 仍然是由我Lady哈哈主讲 好,我们来进入到第14题了 第14题的这四个动词 看起来真是美味可口 以Lady哈哈老师的眼光来看 这四个字真是太漂亮了 只是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同感 只要是老师认为很漂亮的字 学生大概都会觉得心里面心惊胆战 好,就不晓得说人家又出什么单字来整你们了 可是事实上这四个字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字 所以没有很难的 来,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句子 Students would ask to A. Revise B. Resign C. Refresh D. Remind Or rewrite their compositions Based on the teacher's comments 好,这个学生哈 被要求 OK,就是应该要 学生的被要求要怎么样 或者是要 rewrite 各位,我们在那个英文的那个字根里面 这里的这个什么呢? R. E. R. E.R.又是什么意思? Again的意思 好,那必须要干嘛呢? 重写 重写就是改写嘛 改写他们的composition 这里也算个单字啦 OK,好 C. Composition是什么意思呢? 作文 被要求 需要 去改写他们的作文 然后呢 Based on OK,好 这呢也一样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片语 Based on意思是指什么呢? 根据老师的comment comment是什么呢 comment基本上是一个评论 那么老师对于作文的评论 那当然简单的翻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老师的什么呢 评语 所以这个根据老师的评语 学生们就要改写或者是要干嘛呢 他们的作文 所以这几个字当然就跟改写重写这个作文有关了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字 revise 这个revise是什么意思呢 revise是修订 或者是修正的意思 好接下来resign 这个resign可有学问了 resign有好多类似的字 我们待会再来讲 来先看一下refresh 这个fresh是什么意思呢 新鲜的让人家感觉焕然一新 这个re我们刚刚有讲过有什么意思呢 再度好 所以意思就是指什么呢 使得什么样子的对象 ok 精神 精神为之一正 精神为之一正的意思 或者是提神 让人家提神 那这个remind也是一个很好的字 remind的意思是什么呢 提 提 提醒的意思 好那如果是提醒somebody ok 好那如果是提醒这个某某人 好去做什么事情 后面用to ok 好加上动词 那如果是这个提醒人家什么事情 ok remind somebody ok of 后面呢 某某事情 something ok 好 那么一样了 如果是提醒某某人 如果后面是一个句子的话 那我们就用什么呢 that 然后加上一个什么呢 子句 ok 这样子 好 所以呢 remin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好 或者是remind somebody that ok 好 后面是一个that的子句 这个是remind的用法 那回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esign ok 好 这个resign有什么意思呢 好 resign是持 持值 ok 那跟他很相近的是什么呢 好 跟他很相近的一个 er ok assign assign是什么东西呢 assign是指派 好 分配 的意思 好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assign ok 好 那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 sign 它如果是当作动词 ok 它当动词用的话 它意思是指什么呢 签名 签名的意思 ok 好 另外 有一个字叫做design 这个就熟了吧 这个意思是指什么呢 设计 好 所以你看起来很像对不对 resign assign sign 还有design 那当然为什么我要特别把它拉出来 因为sign它还可以有什么呢 它还可以有名词的用法 好 那我们现在当动词 好 那所以回头了 这几个字解释完了之后 那么学生被要求要 要干嘛呢 要改写 或者是 答案一样嘛 呼之欲出了 或者是修正 修正他们的作文 根据老师的评语 所以这题的答案是 A revised ok 你答对了吗